好,来关心天气了 最近北台湾已经感受到冷的感觉 但其实寒流还没到 不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入冬后的首波寒流 周末即将报道 降温的时辰如何 最低温可能来到几度呢 这些问题我们赶紧请教气象主播舒睿 好,谢谢一伦 首先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是在本周五晚上八点的一个地面图 为什么要从这张图带你来看呢 有两个讯息 首先要来看这一个冷高压 它的强度是很强的 因为它中心的数值是高于1040 代表说它的强度很强以外 再来还要带给你看的是另一个讯息 通常我们在看这个冷空气 它到达哪一里的时候呢 我们会来观测1020线 也就是说在礼拜五晚上八点的时候呢 1020线已经非常接近我们北台湾的位置了 所以说在礼拜五晚上开始 这一波很强的冷空气 前缘就会先抵达 靠近我们北台湾的位置 而且是慢慢的往南压 确实我们看到礼拜六的一个地面图 就可以发现了哦 在1020线在礼拜六晚上八点的时候 已经压到我们非常南边的位置了 所以说这一次可以说是全台有感 而且过去通常这个冷高压 要强度够强之外 它的路径也很重要哦 因为呢过去几周都还没有到冷气团的强度 并不是代表这个冷高压它不够强 而是因为过去几周 它的路径大多都是走比较高纬度的 但是这一次您可以发现 它呢是走比较偏低纬度 离我们比较近 所以说这个冷空气直接的冲下来 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的冷 而且温度会溜滑梯 最冷的时间点呢 就会落在星期六的晚上到星期一的 这个清晨会是第一波最冷的时间点 第二波冷的时间点会是在星期一的清晨 因为还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我们先带你来看到 在这一次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清晨这段时间 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低温 大概是在八度九度到十度 南部也只有十一到十三度 而另外我刚刚提到了 下周一的时候受到辐射冷却 还有搭配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 还会迎来第二波的低温 到时候呢平地的局部低温 有可能还会再下探到 可能只有五度到六度左右 所以说真的真的非常冷 而且在礼拜六这一天呢 可以说是温度逐渐下降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从白天开始 你就已经感觉到零嘰嘰之外 到了晚上还会越来越冷哦 所以说提醒您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要特别关心家中的小孩跟长辈的健康状况了 不过回来看看哦 其实在这几天就已经感觉算是蛮偏冷了吧 因为呢在现在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而且本周有两波冷空气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周末的寒流之外 还有在明天开始呢 东北季风也要就是再增强一点 所以说呢在温度的部分 北台湾差不多都是在14到17度而已 只要到礼拜四还有礼拜五才会稍微回升一点 但是刚刚提到马上在礼拜六礼拜天 又要迎来寒流了 所以说温度的部分都是一个比较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个周末寒流的威胁 一轮 好听起来这波寒流威力蛮强大的 所以保暖工作要注意 那也要帮追雪族来问问书瑞 有哪些高山有机会看到雪景呢 下雪的时间点哪段时间会比较有机会 好直接先跟大家破题哦 时间点就是在这个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早上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要下雪的话必须要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温度要够低 再来就是要水气刚好配合得上 如果说今天温度已经变得比较低了 但是没有水气就不会下雪 或者是说水气来了 可是温度不够低也不会下雪 所以说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哦 所以说刚刚看完了温度确实很低 而且从礼拜五晚上开始就要慢慢降温之外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水气的部分了 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可以发现哦 有一些中层的水气呢 会从这个南边上来 所以说在整个中南部地区 当然因封面北部东半部也还是会有雨 所以说水气是偏多的 因此从礼拜五晚上开始 一直到礼拜六的早上这段时间 在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是有下雪的机会哦 不过还是要像我刚刚所说的 必须要在温度还有水气都配合得宜 才会有下雪的一个情形 可是哦 但是为什么礼拜六 午后晚上甚至到礼拜天 就下雪机会比较低了呢 从这一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水气会有一个慢慢减缓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在礼拜六上午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出现 平地会下雨 但是呢高山是有可能下雪的 但是从礼拜六的下午开始 甚至到晚上水气会越来越少 甚至到礼拜天水气进一步的再减少 到时候呢各地可能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哦 不过迎封面地区 比如说基隆北海岸啦 宜兰的平地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飘飘雨的情形 所以带你来看接下来哦 这几天的一个降雨趋势了 从今天开始水气有逐渐变多的一个趋势 除了北台湾之外 包含中部地区也都会有一些小范围的降雨 甚至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您可以发现除了中部以外 连南部地区也都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哦 那么北部东半部地区 当然还是持续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雨势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 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可是哦像是中南部地区 有这样子降雨的机会 当然就有机会下雪了 可是到了周末两天之后呢 尤其是礼拜天开始 您可以发现整个水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萤光面还是会有一点点 比较局部灵性的降雨 可是哦 主要在中南部地区 就会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了 所以说如果您想要趁这段时间来追雪的话 不妨可以好好的把握礼拜五晚上一直到礼拜六白天的这个机会 尤其是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确实是有机会来降雪的哦 但是呢 如果您要去追雪的话 一定一定要特别留意哦 一些防寒的装备啦 还有一些像是在交通上面的装备 一定都要先准备好才能够来做好最安全的追雪活动 那么不过这几天哦 冷空气真的也是很强劲哦 接着我们就要带你来看到 所以说这样子的冷空气下来呢 加上水气充足 今年入冬之后的第一场雪 昨天清晨就在雪霸国家公园 积雪有四到五公分 有吗 有有有 今年第一场雪下来了 连高山协作也兴奋的拿起手机 录下这飘雪时刻 阵阵白雪从天空飘下 脚下的路径也都布盖了一层雪 第一场雪出现在雪霸国家公园 算是追上了今年的尾声 积雪厚度也有四到五公分 布隆卡里布湾登山社的协作 是在12号清晨六点半左右 从雪山西冷县 经过雪山主峰的时候 恰巧遇到今年入冬出雪 赶紧用手机记录下来 雪霸国家公园的雪山地区 目前已有积雪 这是布隆卡里布湾高山雪座 在今天下午传回来的 目前积雪大概就是四到五公分 根据雪管处记录 去年在11月10号下了出雪 今年则是到了12月12号 才有第一场雪 晚了一个月雪管处补充 如果要追雪的民众 也要注意雪地攀登 建议应该选择 有雪地登山经验的领队或教练 如果经验或装备不足 切勿强行通过积雪结冰路段 以免追雪还发生危险 听片新闻唱剧 谢古今卢卫星 苗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本期计划 我们到这个地方 我们到这个地方 撒线